兩分之差落敗 看到來自印度的搭檔 Ashanta以及 Ganana Sakara這隊組合 馬龍以及Temobo 目前他們的這個 男雙的組合在大會 排第17種子 而他們的對手 Ashanta以及Ganana Sakara 這隊搭檔排第16種子 Temobo跟馬龍 加起來然後第17種子 對 朱老師為什麼 因為這種 種子的 這排戲呢 你要有世界巡迴賽的積分 那當然馬龍是中火選手 波爾是德火選手 事實上他們搭配的次數不多 所以原則上他是沒有什麼積分 所以他只能排 17種子 那當然個人的成績來講 當然是非常高啦 尤其馬龍是世界排名第一 波爾是德國的主力選手 世界排名的前 第八號 所以呢兩個雖然 合起來非常高的這種排名 但是雙打還是要看成績 所以我想這個 對 跨國應該是 這種跨國性的組合 這個組合呢 那個積分上是不多啦 所以只能排第17 那兩位選手事實上應該是很有默契啦 因為在2013年中國公開賽呢 也已經搭配過 而且在2015年的四次拼賽呢 也搭配過 那這是第三次搭配 我想對這兩個組合呢 打起來應該在打法上呢更有一些默契 那也被很被看老的一個組合 那中國呢 能夠呢 能夠推出馬龍 願意讓出 跟德國搭配 確實是一個不簡單的一個例子 的確是 那這一次在中國 南雙這邊 最高的一個種子組合 是范振東 以及許欣的這對組合 那許欣的一個雙打 當然就厲害了 對 那與范振東 當然他是一個強烈進攻的一個打法 那喜欣呢 因為是直拍 直拍來講 就是控短球呢 變化性非常多啦 也是直拍的特色喔 尤其揭發球 剛剛主播提到喔 那兩位選手的成績這麼好 當然有他的原因啦 那當然這個比賽場上 其實事實上還是要靠林場的 這靈活變化啦 跟林場的整個狀況 這對印度搭檔 Kanana Sakara 是世界排名第126 現年24歲 那Chanta呢 則是世界排名54 是在所有印度選手當中 單打了世界排名最高的 但現年是34歲 那這位選手相信 那朱老師也介紹一下 台灣的觀眾應該都不陌生 應該這個 現在畫面看到 在進攻的這個 擋的一個 紅色的頭帶的 阿昌塔 他確實他的打法呢 非常有力量 那也是在國際單打比賽呢 多次呢 起派台灣選手 所以 事實上 這場球賽呢 就是 要看阿昌塔的這種 整個靈活應用 那他的搭檔呢 這位選手 可能經驗上 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比賽 也是看 應該想想兩個的 如何製造 讓他 隊友來進攻 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戰術 那以目前來講 如果要突破呢 馬龍的 這個揭發球 我想是一大困難 因為 馬龍呢 在球 短球的這種控制 尤其擰球的進攻 在中國裡面 算是搶的 那等一下 是不是發揮呢 台內的擰攻 就看他的整個 技戰術的配合 這隊中德搭檔 兩邊的教練呢 都來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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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爾來講 也非常了解 中國的打法 因為他早期來講 是在中國打聯賽的 對 他也受過非常多的訓練 所以 歐多的 這些選手 像這個 波爾這種打法 進台又好 又快 中演台呢 又是歐多的風格 他是主於歐亞的結合打法 所以呢 他只能說 事實上打的 如果 當場打得很順的話呢 也是造成 中國選手 一個 非常大的威脅 當然 這場球賽呢 他是跟 中國選手搭配 剛剛提到 短球如何的控制 所以 TBP也沒有問題 那中演台的 對拉 當然是歐洲 運動員的強項 一開始是 印度搭檔 Santa這邊 現在 進台得分 又是這個球 可以看出 這是馬龍呢 反手的領球的功力 嗯 我想 阿昌塔這一組 能夠頂得住 好 現在馬龍來揭發球 當然是百用正手 先控球 這是 可以看出 高大的 阿昌塔呢 根本就被他騙到了 這是 台內如何的 做一個控制 那這個TBP的 反手反而掛網 2比2 接下來是馬龍的發球 喔 喔 球 有點水 看樣子是 有點汗水 所以要擦乾 就會影響呢 在 尤其拉球的時候 如果有點水的話 摩擦力會下降 好 發乾淨的馬龍繼續來發球 聽 馬上就瞎壓 對 他這個是台內進攻的動作 你可以看出 他就是有經驗 事實上 我想如果兩位發 發揮平場 正場的話 搶下分數是沒有問題的 哇 好球 印度選手呢 突然間批場 擠壓了 這個波爾的一個重心 哇 這個球明顯的 意測錯誤 嗯 聽不不不要往前 結果球怎麼擠場呢 阿昌達也相當有經驗 但他搭配的 比他小十歲 的 Gadana Sakada 明顯的在丟分 都是這個年輕人這邊的 呃 最年輕的 應該是難得幾位 碰到世界排名第一的馬龍 心理上 多少會緊張的 這比較有經驗的 還是比較高大的阿昌達 這位選手 聽風波的發球 好球 也是 馬龍 反手進攻 那 波爾呢 欸 我就中台 我還是可以做一個拉球 哈 哇 漂亮 反拉的技術 這是在桌球場上 高難度的一個技術 對方已經進攻 我們馬龍 就有這個實力 這真的是馬龍 無懈可擊的正派 現在馬龍 跟Timobo這一組 取得6比4的領先 這個是快的一個進攻 馬龍 馬龍這組搭到 現在連拿3分 還是要靠接發球來控制 是讓他的隊友 哇 漂亮漂亮 喔好球 突然直接換線的一個直線 相當精彩阿 打開馬龍的步伐 也是不簡單的 但對印度這兩位 應該要放開的心態去拼搏 是 你如果一直要控球為主 大概就沒機會了 可能有些時候就是 也要打那種初期招 對 初期招 就是打不合理的打法 馬龍的發球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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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回對剛剛這個 印度小將的這個話 這兩分拿得太精彩了 對 最後一拍這種強烈的進攻 因為阿昌塔這種身材 那當然發力是沒有問題的 喔喔好球 哇 漂亮這個反拉 哇這個球 也是可以看出印度選手拼了 就是要這樣子打 對對對 就是要這樣 連追3分 7比7平手 哇 哇 短球的動作還是影響了一個步法 那想要發力 這種台內球不容易 一發力就出界了 哇 哇 麻煩了麻煩 那馬龍當然正拍呢 也是他最主要的一個武器 那 波爾控的好 製造他的隊友的進攻 這是雙打必要的必需要的一個技巧 9比7 馬龍這組搭檔 撤開 唉唷 很少看到馬龍這樣子會掛網的耶 他出手了 他球頭髮還沒有到 他幫他打的球太慢了 有變速球的感覺嗎 波爾繼續發球 好 擰球 可惜啦 可惜啦 也是該擰的 該拚的 是 因為剛剛波爾其實有點出台 那現在輪到波爾跟馬龍這邊 有一個橘墨點 接下來是要由印度搭檔這邊的年輕小將 Ganada Sakana來發 馬龍接發球直接得分 對 他是一個白短的假動作 突然就一個調打 所以是可以看出他這種變化 在第一局 是馬龍跟Tmobo的組合 以11比8拿下 歡迎再回到11 Force 問您帶來的2017年 世界桌球只標賽Tmobo 比馬龍這一組 在第一局11比8拿下 發球的得分率當然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他們搶制勝分 也有5比2的優勢 非受獲型失誤都發生了6次 那主要的就是發球的一個制勝 對 他事實上 書記可以看出 事實上搶攻方還是中國 就是 德國跟中國的搭檔這一組 所以不管是單打啦 還是雙打 因為雙打 如何的先控制 我的搭檔來搶攻 哇 又一個出台球 這個 看起來 你如果發的錢呢 直接第一個彈掉就是出桌 就是讓對方逮到機會 那 畢竟呢 我馬龍 我是等在這邊 你也不能發後的反手位 所以 發球的一定要 低右要準 尤其男子選手 稍微一勝 太過場 大概就是對方攻擊 馬龍兩個接發球都得分 唉唷 馬龍就直接打到困擋了啦 3比0 好球 對 來來搶 印度選手喔 不要太多的 在台內的對抗 嗯 偶爾一個 你開始就要拼場 打出力道 你跟中國選手呢 尤其德國的波爾的短球呢 也是有一流的水準 你太多批 對 長球對抗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可能就是唯一的機會 對 你可以做一些過渡 然後 甚至呢 一球之後就批場 你可以看到 兩位阿昌特 銜接的一個進攻 好 可惜了 阿昌特的鎖王 現在讓波爾 以及馬龍這組組合 現在4比2領先 不過 印尼這對雙打組合 在 本次的比賽 排名第16種子 算不錯的 這個 應該說 這個抽到籤王了嗎 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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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來講 然後 比中國的馬龍 排名太前面了 他早期呢 德國的波爾呢 現在年紀稍微 長大一點 事實上 他的成績是最好的 在德國的選手當中 曾經 打敗過 這個中國超級名將王立琴 這個 有人形容他 大概是21世紀的前10年 中國唯一的一個對手 對 對 因為他剛剛有提到 他是結合 亞洲 歐洲的球鋒 他是一個組合在一起 這個打法 確實呢 在歐洲來講 少見的一個 一個 獨特的打法 這次男雙的 這個種子排名 第一種子 是日本的搭檔 三元陣寵 以及大島 大島幼齋 然後第二名的組合呢 則是 德國和丹麥的搭檔 Franciska 以及Gross 5比5平手 現在 這對印尼組合 這個印度組合 Archanta 跟Kananasakara 在第二局 又把分數給追了回來 哇 好球 這沒有幸運成分 Archanta說 沒關係 我就跟你打長球 如果有機會 我的力量 一定不輸給馬龍 那就看 如何的控制製造 馬龍 打球 對 拼長球 你看兩個 兩個印度的選手 互相的擊掌 表示我的戰術是成功的 這兩分拿下來 Archanta 跟Kananasakara 取得了7比5的領先 也是 這場比賽 這印度選手領先最大的一刻 領先兩分 這個印度組合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一個打法 有可能 喔 現在這邊 P4P這邊有點亂 有點亂 他想要帶開 這個 印度選手的步伐 我想應該先擺短吧 擺個短 讓Archanta 根本沒進攻的 對 馬龍再走 連馬龍也打不順 連馬龍都出現了失誤 欸 朱老師 這個 這個怎麼回事 應該 來講 還是 再磨合一下 因為兩位 也不可能說 有 自己訓練的時間搭配 對齁 應該慢慢的了解說 哇 節奏啦 各方面 慢慢的應該會越來越順 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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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長球打回去呢 就一定是沒有短球的對抗 那看最後這一分呢 印度發球 看能不能搶分 好白短 喔 喔 皮場 哇 可惜 確實 Archanta也很滿意啦 他這個過程呢 明顯的就是主導呢 我用力量來展現了齁 但是打出界了 好 來領先 三分 就看齁 最後這一分 哇 好球 漂亮的一個交叉移動啊 力量還蠻 非常強勁的一個拉球 漂亮的一個對角造成了馬龍的回擊出界 現在就要印度搭檔 以十一比七拿下的第二局 歡迎再回到2017年 在中國杜塞卓夫所舉行的世界桌球錦標戰 這場男雙的三直二強 來自印度的Archanta 以及Gandana Sahara 這一對印度組合 剛才在第二局爆冷 以十一比七 打敗了世界冠軍奧運金牌 世界排名第一的馬龍 和歐洲第一高手Timo Bowe的組合 現在要進入到第三局 前兩局雙方各拿一局 哇 漂亮的一球啊 刺氣起來了 對 阿昌達說我拉球還可以滑拍 讓球呢 往右拐個彎 這個是 角度的一種摩擦 有 有 有球 現在即使要對抽都不會輸囉 這個球 可以看出 能夠對攻的當中呢 印度選手還能夠快壓一個防守 哇 士氣真旺 真的 喔 對對對 馬龍呢 可能要改變了 短球來控制呢 這兩位選手的士氣 沒錯 那當然印度的兩位選手呢 也要趕緊的齁 能夠 還是提到 過度的擺短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又是擺短 對先拉起來 好球 哇 昌達還是有經驗 是 那基本上 現在兩邊的策略 就很明顯的 走完全不同的路線 對 對對對 現在就看 誰能夠獲得節奏的主導權 現在昌達跟 卡達撒卡拉 這一組 印度組合 三比一領先 啊 這台短球 真的不是印度組合的強項 阿昌達不要 心裡想要贏 你就擺短齁 應該是直接搶吧 好 對 打打 啊 這個確實要批 他說一個輕調 一個長球 連丟兩分 是 這確實可惜 可惜 這兩分丟掉以後 變成三比三平手 輪到阿昌達 他的八球 有 他 是 波爾自己亂掉 是 波爾 剛才一個沒有難度的球 喔 喔 漂亮的反拉 喔 喔 喔 漂亮的反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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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就不簡單了 因為 對方打得那麼強勁喔 對 沒有辦法打回來 銷到桌邊 喔 這球 當然是 主動拳是馬人 當然這 印度的這個還是拼拳 也是應該有的戰術 對 擰開 哇 可惜啦 阿昌達突然間呢 怎麼會失靈啊 哇 這連 在一開始開那麼順喔 結果呢 出手呢 失誤力呢 突然間增加 非常可惜喔 印度呢 以4比6 落後兩分 哇 阿昌達的節奏被Timo Bo 完全試破 對 那 可以看出喔 這個 德國這位選手的出手喔 他基本上呢 看你的速度不快 我就 加快的擊球 一個力大 又是轉球的失誤 是 那節奏已經 打亂了 馬龍跟Timo Bo 這邊搶回來了 那 印度的 這兩位組 當然是以 阿昌達這位選手 是主導權 那 整個 喔 打法上呢 也是比較有殺傷力 但是失誤太高 所以一下子呢 分數就已經落後了 4分 啊 擺太多了 擺太多就麻煩了 Timo Bo 直接搶分 從原本2比3的落後 現在馬龍 Timo Bo的組合 變成9比4領先 啊 是一個反手 這個Timo Bo出界 有點送禮的味道 對 事實上 看起來應該是 Timo Bo的這種 長短 今天打 打到步伐上 沒有跟得很好 喔 擺短 麻煩了 可以看出 擺得好 來 我就有機會 我的搭檔 好像馬龍 他左右就可以進攻了 馬龍跟Timo Bo 第三局的橘墨點 馬龍打了發球 Timo Bo 直接就折出去了 11比5 Timo Bo 以及馬龍這組搭檔 拿下了第三局 有驚無險 有驚無險 歡迎再回到2017年世界桌球錦標賽 馬龍 這位世界海密TP 這超級大滿貫得主 跟Timo Bo的搭配 現在是2比1領先 硬度搭檔 到目前為止 發球的一個得分率 還是Timo Bo跟馬龍 這邊的組合高很多 而至於 Archanta 跟Canada Sakada 這組搭檔 發生了8次的非受破性失誤 那擊球的一個速度 當然因為打法的不同 硬度搭檔這邊 快很多 進攻的速度確實快很多啦 應該是展現的力道 但是整體來講還是比較被動 整體來講還是比較被動 桌球不是靠速度取勝的 不是速度越快越好 可以講說不是靠力量 你這些台 尤其雙打還是要提到 你第一個就是要面對的台內短球 他跟單打不一樣 單打他可以發場發場左右 那雙打呢 就是發一個角落 他是固定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戰球開始 我們一組雙打這邊 Timo Bo跟馬龍 大概是這一步 在台南雙道中 最受矚目的一組搭檔 Timo Bo 有地底優勢 馬龍又是世界第一高手 這樣子一個夢幻組合 我相信應該在現場的球迷 百分之九十五 應該是幫他們加油的 對 當然 對德國來講 事實上如果能夠跟馬龍 製造好的成績呢 也會帶動整個桌球的水準 跟他的觀眾的喜愛 所以我想這個跨國組合 有推展世界做出的一個味道 當然對馬龍來講 事實上他的單打實力沒有問題 雙打的部分 可能也不一定會拿到冠軍 但是最起碼他搭檔的是 德國這位選手 那責任也蠻重大的 我想中國隊也希望他能夠製造好的成績 馬龍也曾經在2011年 在路特丹所舉行的世界作秀錦標賽 跟許晶搭檔過拿下過南雙的冠軍 哇 這個越打越兇了 這個第四局的開局連得六分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白短搶功 哇 馬龍突然間一個 側拉的角度 第四局 現在馬龍跟提摩波這組搭檔六比零 對 喔 打一個不錯喔 很低又很短 阿翔達突然間改變節奏 拿下在第四局印度搭檔的第一分 能成功一次成功不了兩次 對 這個中國的 選手呢 不管難你呢 短球 我怎麼變化 是他在主導的齁 你要從那邊拿分數耶 機會是不多啦 有點圓木球魚的味道 哇 漂亮的 第一時間的出手 那也可以展現出呢 歐洲選手呢 有這麼快節奏的出手 很難得喔 那歐洲的運動員 基本上拉球的時候呢 都會放慢 喔 才能夠發出力量 但是托爾就有那個能力 要快要慢都可以 感覺有點詠春拳的味道 哇 哈哈 阿翔卡跟剛才拿著卡的 這組印度搭檔剛才拿到了第二分 馬龍繼續發球 哎呦 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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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舉手示意一下 好棒 抱歉呀 幸運拿到了第三分 好笑喔 喔喔喔喔喔 大概整個速度呢 應該是所謂力量加速度呢 4個裡面的阿翔卡 也是沒有落後的 沒有落後 現在硬度搭檔 在第四局從原本看起來一面倒 現在有點細了 年輕24歲的看到那是趴欄的發球 哇 又是被完全破的這個短球所控制了 沒辦法 因為這兩位揭發球員他知道 要做一些長短齁 這個整個配合 要強打 反正節奏又會騙 哈哈哈哈 有點放棄的打齁 所以是直接掛網 是 結果這個有點自暴自棄的感覺 11比4 讓Timo Bo以及馬龍這隊組合 再拿下第四局 馬龍加油 Timo Bo以及馬龍的組合第四局 11比4 在發球的分數上面 發球得分的一個比例 還有制勝球 都是搖搖戰上風 然後另外還造成了印度搭檔這邊 5.54的非射破心失誤 現在馬龍以及Timo Bo的組合 是3比1領先 再拿一局的話 他們就晉級16強 這組搭檔馬龍跟Timo Bo 其實在2015年在蘇州的世界 做球錦標賽就曾經搭檔過 不過那個時候呢 他們在南雙32強就止步 那今天如果能夠打敗這組 印度搭檔的話 就可以前進16強 好發球出網 要重新發球 這個球還是左右搭配的 這個跨國組合很順 做一個左右的進攻 所以我們連續兩場比賽 我們都看到這種 左手加右手的這種組合 是不是就會比兩個同樣 這個同樣 比如同樣都是右手 同樣都是左手的組合 是更順 對 應該來講就是說 只要正拍的搶攻 他不需要太多的移動 他可以銜接正拍的搶攻 那在桌球的這種技術上 所謂的正手的搶攻 他的力道呢 是優於他反手的搶攻 所以我當然我可以一左一右搭檔 我正拍連銜接的進攻就沒有問題 就連續的直接都是正拍 對 如果你是兩個都是右手 這個麻煩的 有可能你要用正拍再正拍的話 你一定要交叉移動 會有一個阻擋的這種機會 所以一般的能夠奪牌的這些選手國家 會盡量一左一右的搭檔 剛剛印度的搭檔 防守非常的漂亮 從馬龍的手中強到了分數 喔 漂亮喔 對 高水準的 防守的中台的反拉 從整個比賽呢 從打到第五級 你可以看出高個子的阿昌達這種選手 確實有一定的能力 當然這次雙打也不是可以靠自己一直搶攻的 還是要靠他的搭檔 能不能穩下來 或者是也可以製造一些適合呢 像阿昌達這種中演台的對攻 這兩個要互相的做一個默契上 是一個技戰術的一個配合 喔 好球喔 阿昌達 這個反手他太有威力了 這打出太精彩了 這種質量喔 確實也不輸給這兩位選手喔 尤其馬龍 馬龍算是 比較有進攻 也是一個強烈的打法的 哇 太短了 太短了 你看也是短絕控制了印度的兩位選手 但對 中國馬龍來講 他應該慢慢的會了解 也可能會跟他的搭檔溝通 就是盡量的呢 以控制呢 球台內的短球 這個機會來了 接發球員太高 馬龍正拍呢 當然就是不客氣 是 球一高起來那還客氣是 馬上就殺下去了 哎呀 可惜 一個插網出界 霧集 orbital 印度得到了第五分 cion 互相擺短結果反而是馬龍這邊出現失誤喔 好 對 擺得太高了 難得有出現這個應該是對馬龍來講是一個失誤 這個低級失誤 對 當然印度選手說 等到一個高球 感謝啦 好 對過 好球 中遠台的反拉 對馬龍來講也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世界第一的水準 所以想到6比6 現在印度選手當然還就是放開來打了 也不要有負擔 因為這個球賽已經中後段齁 尤其揭發球不要太多擺了 直接看這個批場啊領球跟他對最大 你擺太多不小心開始 長球沒問題了 好球齁 馬桑塔已經又是展現出強勁的中台的拉球 你可以看出沒關係馬龍你拉 哇 我也強 喔這個球呢 如果在桌面呢可以從慢動作可以看到他球的衝力非常的強 好 比賽 哇 可惜了可惜了 戰術沒有問題 但是最可惜就是穩定性出現問題 阿翔大跟阿翔大跟阿翔大這一組搭檔 這個用個比較可能不恰當的一個比喻啊 感覺就是現在在這個賭桌上面每一把都說哈 每一把都跟你玩這樣子 這樣也許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 如果他不以賭氣的話 周星馳怎麼比得過賭王呢 拼球 好 就像這個樣子一樣 對 逼著馬龍這一組做一些防守 而且是中眼台的對抗力量的展現 現在印度組合8比7領先 白短 對啦 機會來了 這就是雙打的部分 你要特別注意 後段了齁 這印度還沒有注意說 他可能是台內的短球囉 是 感覺就是Timobo把球做給馬龍啊 對對對 8比8平手 Timobo跟馬龍 雖然說組合的時間並不長 但基本的球桿都還在 這完全沒辦法啦 這個就完全沒辦法了 對 現在一左右搭蛋 你看看 一個拉完 正拍馬上又補上去了 當然速度很快啊 那印度組合你怎麼防呢 你而且要左右的互補交叉 防守 連這個位置呢已經 讓他重心打 飛掉了 Timobo的發球 對 打長球 哇 這個馬龍呢 展現世界一流的 世界冠軍的這種打法了 你可以看說正拍呢 沒有所謂的防守 我就是反攻你啊 阿翔恩大阿 剛才其實已經是做的 已經是做的 已經是做的 接近一百分了 一百分了 但只能說馬龍技高一成 現在來到了賽末點 馬龍跟Timobo之一服 一組中德搭檔 以4比1 擊敗了印度搭檔 跟甘娜紗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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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紗 這一次他們能夠提升到16強 恭喜他們